好 比赛开始 Clutch Factor 人称果子哥 齐婷跳套 代表了COBA最高水准 李林上来之后管了一个三分球 漂亮 加油 加油 防守 防守 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饭碗开玩笑 他们放了一个大幅度的变相 接欧洲步 基地妙传 这个球啊 2加1的好机会啊 2比3 程天豹也是来自职业队 NBR广西威壮 第二阀有了 3比3平 李林 李林 注意安全 帅强大哥 扶起来 睡完了别有第二个动物啊 先犯规了 先犯规了 拦拦拦拦拦 好 比赛继续 吊篮下空了 李林 好球 2加1的机会 N1 补防已经来不及了李志锦 2 3 3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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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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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阀中一 伟丽啊伟丽啊伟丽啊伟丽 红队球啊 你从你的位置到中间不行的啊 没事没事没事 红队的球曹芳 试探布照脸上防 直接干嘛扔一个五 篮板球点出来李志锦 后撤步step back for three good 反抄比分 i love it get a tag baby 不犯规啊 不犯规 别说啊别说 技术犯规 不说啊 好球 林哥 犯规举手 不说别的 志锦 投篮的犯规罚两次 连罚三个 8比6 曹芳现在领先 李林通过罚球有机会 去反抄比分 没关系 李林慢慢来 快跑了 先二 先二 一个 三打两中 比分再次被追平了 快快快快 中间豹的掩护 拆开漂亮的顺下 定板大帽 郭剑 好球 杨毅抢得很凶 李林左手的铁篮 郭剑再抢连续篮板 篮队球 篮队球 哇哦 这个比赛的对抗程度 李林 再拖 白爱第一步 抢得很准 很果断的上篮 再次反抄比分 两边都是拼防守啊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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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 小打大 miss match 利用速度吃 成天棒接到了曹芳的基地助攻 10比10 晨毅掉 曹芳断球了 漂亮 红队的球 曹芳成功地抢断 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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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防守 被打 曹芳这次往另外一侧转 中投也有 这次交出不平的方向 曹芳在和杨毅的队位 还是占优势啊 郭剑 诚天棒这个撤板凳很聪明 但还是犯规了 打人 打人 有了 第一个罚球 罚进就追平 好球 好球 12平 曹芳 好 果子哥 吃果子了 曹芳摆脱 半个身位加速 冲过去 假动作 篮下手低手 点起两人 哎呦 陈天棒没有拿到这个球啊 我的 曹芳这个突破分球太给力了 比林 内线被打接球 转身 扣仰 我厉害 高难度 暂停 2 shots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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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队请求暂停 好了 这个 一会我上边拿球 你俩跟那 一个往外一往里转 坐着无球掩护 不然这打太累了 你打完球 我直接冲撩过去 别给他的那个位置 一 五 端 雷打 看得出来这两边队长的作用 在暂停的时候 队长就是教练 糟糕 胡志锦 调整一下呼吸 不要着急 两边都饭满了 去那边 1分13秒 在场上谁是指挥 谁是精神领袖 看得一清二楚 分差只有一分 有掩护 划上 大个儿出去了 还是坚决刹向篮向 漂亮 清华大学的主力内线 李志锦这么远 太难了 但是程天豹拿到了 进攻篮板球 还好 还差一分 Less than one minute Less than one minute Less than lay up no good 曹芳 三分没有选择出手 用速度过掉 左手的上篮 漂亮 太牛了 曹芳 骗犯规 李林没有成功 没有上当 曹芳 最后还剩30秒 拉开一打一 加速 左手拖 拔起来 这个球 杨毅碰到了球 断掉 漂亮的防守 很干净 李林杀向篮下 现在曹芳他们队还领先一分 李林要上罚球线 有机会去完成逆转 重新取得比分的反超 第一罚没进 没关系 还有一次机会 在场下看比赛的人 就是确实是会比在场上打的人 更着急 因为在场下 你可以看到一些他们 可能在场上 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 第二罚怎么样 李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两罚不重 他得背负多大的压力 上 上 上 能不能完成绝杀 哦 自己 来了 还是想要把命运 把握在自己手里 李林 最后只有5秒 李林能否绝杀 决杀的机会 又是犯规 没事 这次再一次的考验 李林学长 罚球 只剩0.1秒 李林刚刚错失两次罚球 这次如果能都罚中 那就基本上决杀比赛了 看看他关键时刻的心理素质 为了自己的兄弟 为了北大的队友 李林 第一罚命中追凭比分 好紧张 0.1秒 第一罚没进 两个都没有 滚 加油李林哥 加油李林哥 我想带领他俩去取得胜利 彭也是我败也是我 一分的优势 恭喜王少杰队 这也算是没有辜负师弟的期望 这也算是没有辜负师弟的期望 李林 李林关键手 尤其是最后的两发 就像我看到了一个 这个大厂没球员 那是特别大的心脏 我觉得李林打得非常好 实实证明 我们学的二中学 我觉得长华今天表现非常好 在对位洋溢的之后 能发挥他的速度力量 包括这个中远头距离都有 虽然他个子不高 但是该出手是特别的果断 他更像是很多草坑球员的一个代表 像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很高的身高 也没有很强的身体颠覆 很棒的弹跳 很强壮的身体 这些我们都没有 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断的去投篮 不断的去练基本功 不断的去打比赛 就我觉得OK 很好 因为我们都拼命地去防守了 虽然过程输了 但是我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我想问一下曹芳 今天你的比赛输了 过两天就是你第三次的CBA选秀了 已经经历过两次落选了吗 如果你再落选的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什么样的决定吗 其实我前两次选秀 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能打CBA 而且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对自己的身体 都不可能胜着那个角色 然后谈到今年选秀 其实我是有准备的 戒掉了很多不好的习惯 戒掉了很多不好的社交 影响我打篮球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今年已经28岁了 我觉得如果再失败的话 我会在另一个地方 寄去我的篮球故事 我觉得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对 其实对以前自己 可能就是更多的会后悔吧 后悔浪费了18岁到26岁的那段时光吧 唯一想对以前说的可能就是后悔吧 我觉得超方追求自己的梦想 是应该被大家所追悟的 他三次参加CBA选秀 是因为他确实存在着 对CBA的向往 对梦想的向往 他要冲击 他要挑战自己 这是很多篮球人的一个梦想 按照实力来看 谢谢 曹芳 感谢李志锦也感谢天宝好不好 谢谢